恩景365 365天 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 以扫和雅各这一对双胞胎的兄弟 他们双胞胎 同年同月同日生同样的父亲同样的母亲 同样一个环境里面成长 但是他们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但是在面对那个完全不一样里面 其实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永远不要让自己活在比较里面 我认识一对双胞胎兄弟 他们真的就是长得一模一样 很多人都分不出他们来 他们在台湾是很有名的一对电视的演员 很棒的演员 长得很多人都不会分他们两个人 甚至他们两个如果有谁有事 还可以另外一个人带他去演 因为他们两个长得太像了 可是因为我很熟悉他们 他们是我很好的弟兄 我就知道他们两个个性完全不一样 连脸都长得一样 但是就是不一样 可是上帝对他们两个有非常好的计划 你知道他们完全不一样 可是在今年的年初 他们两个分别案例成为牧师 一个在牧养教会 他有很强的牧养心 是一个很好的牧者 另外一个在一个福音的机构里面 他有很强的治理和领导的能力 两个人完全不一样 可是没有什么好比较的 因为神对他们的计划不一样 这个做弟弟的 他就是要有那样的牧养心 因为神要用他做一个牧养教会的牧师 那个做哥哥的 他的治理的能力很强 因为神要用他在一个机构里面 做一个领袖 神对他们的计划不一样 所以他们真的不一样 永远不要像以嫂跟雅各的 爸爸妈妈犯的那个错误 那个错误是什么呢 做父亲的 做母亲的 都照着自己所喜爱的偏心 永远不要走成这样 我读给你听好吗 声音上讲说 以萨这个做爸爸的呢 他比较喜欢以嫂 为什么 因为爱吃 他因为喜欢打猎 他的那些野味 然后做妈妈的立百家 去爱雅各 为什么呢 因为雅各老是在身边 在帐篷里面 大概会做家事 帮爸妈 妈妈做了很多的家事 做父母亲的人 如果以自己的喜好 来决定 我比较偏心这个 还是比较偏心那个 那个恐怕就会造成 像这对兄弟一样 他们的人生 兄弟细强 为什么 因为父母亲的偏心 不一样 理所当然 本来就不一样 好像我刚才告诉你 这一对双胞胎的兄弟 我所认知的兄弟 连长相都一样 可是他们的个性特质 完全不同 可是那个不同 没有什么不好 那个不同是因为 神对他们 有不同的计划 神有对他们 有不同的一个 要用他的一个方式 所以他们不一样 所以不同不是问题 问题是 做父母亲的人偏心 即便你的孩子 不是双胞胎 也不要落入偏心里面 因为一旦偏心 就有一个破口 让撒旦来攻击 求神帮助你 你是做父母亲的人吗 你有两个孩子吗 不要偏心 我拜托 我看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